这是2014年全东亚政治里头最不稳定的一项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呢是日本 日本的安倍晋三呢 选择在毛泽东120年名单的时候 安倍晋三参拜了晋国神社 这个明天呢文献世界之报将会为大家进行报道 让我们来看一个不断的在让带领全世界进步的人物 那就是2013年年底的时候 Time Magazine的封面人物 他是教宗啊 那么教宗呢短短的方济教宗短短的几个月之间呢 就成了全球的封面人物 很大的原因是他完全的改变了梵蒂冈过去的几项风格 12月24号教宗方济上任以来 第一个夜展节他发表的谈话 就有超过将近十万人在梵蒂冈面前聆听他的教会 而且他也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必须终结冷漠 终结对其他教派的歧视 终结和你不同信仰的人的旗舰更重要的 我们要拥抱这个世界对和平深深的信念 他同时再次的批评全球的平复不均 12月24号开始 教宗方济上任以来的第一个耶旦记 梵蒂冈已经涌进超过十万人可慕生命的平安 隐心相祷告 上任九个月 即被时代杂志选为2013年年度风云人物的天主教教宗邦记 2014年的第一份新年注词忽然脱稿一转 呼求人心别再对世界的暴力冷漠 时代杂志赞誉方济是人民的教宗 探主编 Nancy Gibbs说 方济位居高位却谦卑至极 而且他用每个人都懂的言语走入人心 请拜托 � gall подпис 邓居 dalam发位 邓居 đây宗好 ق雅 在一个家庭上没有骄傲 而学习着说谢谢 而且能问道歉 在这个家庭有平和幸福 世人的好奇 方济是如何在短短九个月内 重新让2000年岁月的藩地冈教廷 高强倒下 我们的父亲 2013年3月13号那天 父母拉开 一个多数人不太熟悉的脸孔 76岁的阿根廷书记主教伯格里奥 史上第一位来自南美洲的主教成为教宗 出乎意外 反而那么期盼地期待世人为他代祷 把自己放低 低档能触动每一个人的灵魂 教宗方济从此走出一条又行又活的路 优优优独播剧场—— 难免的 教宗方济被拿来跟前任的本独十六十相比较 本独坐的是高级防弹轿车 方济选择的是廉价的意大利Fiat非亚特 他住旅馆自己买单 自己一个人提着行李来范蒂冈当教宗 当随从带着他参观完华丽的使徒公寓后 方济却决定搬进普通的客房 小朋友问他为什么 他幽默地笑说因为怕被抢劫 历任教宗都认定gay这个词是礼语从不出口 但今年夏天方济在返回范蒂冈的飞机上 回应记者对同性恋者的提问 他有问必答而且手边没有任何稿子 他并没有做一些人的讯政策 并没有做一些讯政策 并没有做一些讯政策的人 因为他们全部都不错 我想下一个人是gay的 人去看一位主义 那是过去尔冨的人 那么谁是我来自立的讯政策的人 那他会被人控制她的良基义 他帶著微笑 輕鬆緩和了快要撕裂社會的爭論 走向人民 強化教會改革 回應爭議議題 抨擊資本主義 這是2013年最令人動容的藝人 時代雜誌主編Nancy如此足跡 當她親吻那被毀容 滿部纖維流的臉龐 或聽穆斯林婦女洗腳 這形象已經遠遠跨出了教會高牆 按摩托車 頂多一位 按摩托車 顏值超越